欣赏动漫魅力辽伯你的心弦 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但是生活在物质社会的我们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 小红迷迷糊糊的从梦中醒来 她躺在一颗伤痕累累,斑斑不堪的大树下 四周都是粗糙的岩石 小红感到自己浑身疼痛 她的脸和腿部甚至被摔得开裂 小红尝试着挪动大腿 但是这种刺骨的疼痛她完全忍受不了 只好选择放弃 此时她的脸已经完全破裂 在摔下这里之前 她正坐车去向往移角的音乐学院进行入学考试 虽然眼神不是很好 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但是她的天赋毋庸置疑 考试们一个个被淘汰 大腿里只剩下了除小红以外的 两位考官和一名通过考试的女孩小玲 听完小红的演奏 小玲默默的低下了头 毫无疑问小红不仅通过了这场考试 而且还获得了很高的赞许 考试结束后 她收拾好自己的乐器准备回家时 另外一边 小玲把鞋子脱掉 抱住自己的琴 一路狂奔 跑进了一个房间 并且悄悄的躲了起来 在小红经过时 她冲了出去 把她推了下去 房子的墙壁都被打了一个洞 小红记得 自己就像是从很高的山上滚下去似的 她的身体撞击在石头上的鳞角上 整个人被摔得支离破碎 小红逐渐的失去意识 不久之后 音乐大厅之内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 台上一个女孩正在深情的演奏着 台下坐无虚席 观众们对她露出了赞赏的表情 而空荡荡的走廊之上 小红出现了 她坐在轮椅之上 头也压得滴滴的 再也不复来时的那般从容自信 听到演奏听传来的声音 小红一脸的不甘 台下的两名考官相对视了一眼 什么也没有说 毕竟没有牵扯到他们的利益 那就没有必要说什么 认清现实的小红 被妈妈推着一步步的前进 就在路过她掉下去的地方的时候 小红让妈妈停了下来 她伸着手不断的摸索着 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想到自己变成了这副鬼样子 她就痛苦不已 妈妈制止了小红发泄的举动 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用自己的大手包裹着小手 想要安抚她 给她一些力量 演奏听里面的演出正式结束 女孩收到了很多的花和鼓掌声 她开心极了 觉得自己终于成功了 而这个女孩就是那天和小红 一起通过考试的小林 走廊里 小红的妈妈推着轮椅越走越远 人性往往是最脆弱和经不起试探的 但是我相信 在现代社会这个大染纲之中 还是会存在一些 心中充满正义感的人们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 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